今年8月以来 A股的上市公司里面 已经发布了超过1100份的辞职报告 国有企业高管 包括银行高管辞职潮 对宪政权而已 我觉得是一个挺难堪的事情 最近也有很多大银行 退休的这种高管 就被抓被调查 过去那些在资本市场 可以说是呼中唤语的那些人 那些年基本上都是销声匿迹了 不许拿好包了 不许带好表了 不许开好车 不许穿名牌衣服了 不能住好房子了 搞了那么多钱 你现在锦衣也行了 现在中国地方债务超过了100万亿 北京让地方政府购买部分商品房 然后出租 做租金 到房地产里面去盗贴钱 大概率又是个烂味工程 原来全世界最富有的政治 香港它也有很大的财政辞职 中国的三家嘛 那就全部系绘了 欢迎收看金银论坛 或是十三 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有几年时间了 以前都是底层民众感到压力 现在这个压力已经开始延伸到社会的高层人群 最近有消息说 一个多月的时间 中国有一千多个大型公司的高管提出了辞职 银行和金融机构是重点 另一方面 有关政府回购房屋的中央政策 也基本上无法落实 看来又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叫做烂尾大招 很有可能 所以今天的嘉宾有大纪元时报的总编辑郭军女士 还有独立电视片制作人李军先生 另外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蔡胜坤先生 今天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 首先还是问李军 这个什么一千多名高管辞职 是高到什么样的高管 这个多长的时间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怎么回事 好 因为这个消息还是很令人震惊的 因为就是今年8月以来 据布朗尔军统计 在A股的上市公司里面 已经发布了超过1100份的辞职报告 已经有每个工作人士有40份辞职报告 这里面很多是金融机构的高管 也有很多是上市公司 包括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 这其实对A股来说 我觉得是比股灾更糟糕的消息 人都跑光了嘛 这里面金融行业比较有人关注的 有什么呢 你看绝对又好 就总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 中国人保收到了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长王庭科的辞职报告 那8月25号呢 中国银行的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刘金 因个人原因他也辞职了 另外还有什么常熟银行 浙商银行 江银行的副行长 执行董事 也批辞职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知名的国企 像是公司的高管 你像9月6号 王立新向中国铁剑董事会请辞 持续他这个总是 执行董事和总裁职务 铁剑呢 2017年可是6000多亿的产职 这个很大的公司 那8月27号呢 潘彦宏辞去了其控股子公司的 就是太保受险的董事长的职务 那同一天 董曾贺辞去了国药现代董事长的职务 国药也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 赚了很多钱 联万勇辞去了国药现代总裁的职务 那8月24号呢 卢静 他说他因为个人原因辞去了中金黄金董事长的 那个更夸张的是 8月26号有一个上市公司叫华林金工 他发布公告说 公司的董事长 总裁 首席财务官三个人 因个人原因和共同员一起辞职了 也不知道这个上市公司该怎么办了 总之呢 按照圈内人的说法 就是过去几年 所有的这些上市公司 因为他有业绩报告嘛 对 业绩报告加起来 都没有这一个月的辞职报告多 那虽然每个人这个辞职的表面原因是不一样的 对吧 各不相同 但是如果这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现象了 没错 这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有经济原因 也有政治原因 估计这个政治原因可能更重要吧 对吧 我们先说经济原因 最近呢 中国有个经济学者 他在网上就公开说了 说今年以来 国家队为了拖这个股市 他算了 大概已经花了两万亿人民币 结果是什么呢 三千点保卫战 变成了两千七保卫战 这下面谁还有心心玩呢 也有评论说 这些人 他是因为看不到希望嘛 赶紧跑了 按照这个态势 两千七百点是肯定保不住了 会不会跌到两百七十点呢 当然了 这个辞职潮呢 我觉得也应该有政治因素 前段时间啊 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 也是中共央行的顾问 叫陈志武嘛 他建议把中国挨股给关了 他说反正现在国家 想回到计划经济 而且呢 又说金融圈的工资太高了 不符合国家的这个什么 共同富裕的这个战略方向 那何必有这样子 不如把它关了算了 他这个话是7月20号说 那8月份就爆发了这个辞职潮 这个算不算对他话的回应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国有企业高管 包括银行高管辞职潮啊 对宪政权而已 我觉得是一个挺难堪的事情 对 最近也有很多这个 什么金融公司 就是大银行啊 我们看到都是很大的巨型银行的 这个所谓以前的和什么退休的 这种高管啊 就被抓被调查是不是 这个也很多啊 这个事情 对 这一次呢 我觉得就是金融这个所谓辞职潮啊 应该和反腐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就像今年下半年 落马的第一个金融高管 是农行的一个副刑事员叫蒋企 他已经60岁了 马上就退休了 结果中纪委巡视组 4月份来巡视了一下 他7月份就出事了 现在金融反腐是重点嘛 所以我觉得可能高管们觉得 能走赶紧走吧 别占着位子 一巡视就被人举报嘛 对 所以今天上半年呢 在国有六大银行等 21家全国性银行的高管团队中 至少已经有21名高管被调查了 其中呢 中管干部有两人 那个农行 工行 中行 建行 很有意思 三个行 这有三名高管被查被落马 好像一致的一样 交通银行 落马的有一个 那么邮政储蓄银行 落马有两个 而且上半年呢 还有很多什么呢 就原来很有名的 原来的一些行长和董事长 被起诉了 就他已经到起诉阶段了 包括你像招商银行的行长 这个田慧宇 光大集团的董事长 唐双林 还有中国银行的董事长 刘连科 我想这些消息发布出来 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官员来说 都会有这种唇亡齿寒的效果 对 心里就又害怕 又心寒 对 所以原来我们都说啊 经济不好啊 民不聊生 现在是经济不好 官不聊生 而且有钱人呢 这个越有钱的 可能他越不聊生了 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看起来是压力啊 逐渐的从最下面的 一直往上传 就要问一下蔡先生啊 蔡先生 现在中国社会这些 我们说的这个高层人士啊 包括企业高管啊 还有这些官员 他们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 您是怎么看 那当然了 现在因为一方面呢 我们看政治上的反腐 还有一方面呢 在经济上呢 实际上大家呢 找不到出道 无论是过去啊 赚钱的企业 还是呢 过去呢 比较风光的这些 所谓的企业家 实际上这些年呢 都是呢 已经呢 到了一个呢 走投无路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呢 现在选 现在非常明选 因为中国的经济呢 整体的看起来 它一年不如一年 尤其是呢 这些过去比较风光的 这些企业 现在呢 除了这个现在出口啊 我们看到呢 还剩下唯一的一点亮光之外 其他的这个行业啊 基本上呢 都看不到希望 而且呢 每一年 每一个行业 现在受到 这个经济的影响啊 或者是 这种冲击啊 越来越大 没有哪一个人呢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感觉到呢 还看得到希望 一方面呢 这个政治呢 在不断的呢 在作短 尽管呢 现在呢 说对经济啊 还得要继续的 这个把经济搞好 或者是呢 我们看到啊 还有些放松的政策 但是呢 它这个很多的政策 它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说呢 你这个企业家也好 它关键是 它作为要对未来呀 要有一个预期 但是现在 未来的预期没有了 未来的预期没有了 谁还敢呢 在这个企业方面呢 扣大投资呢 所以现在大家呢 基本上躺平的同时呢 要么呢 企业裁员 要么呢 就是压缩成本 所以说我们看到 整个今年企业的利润呢 可以说是一挪千丈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那当然会反馈到 这些企业家 尤其是呢 这些过去我们看起来 很风光的 这样的一批人士 你看看过去啊 那些在资本市场啊 可以说是 呼声唤语的这些人啊 这些年呢 基本上呢 都是销声匿急了 谁也不敢呢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出头 重要的一些行业啊 央企业的一些 包括金融行业啊 他又给他们呢 又有指标 但是又有指标啊 要让他们呢 就是拼命的跑 但是呢 又不给他们呢 有任何的空间 他们没有办法 就针对这个企业的发展啊 他们拿出一些 实质性的这个方案来 所以说搞得大家呢 无所失从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方方面面都有压力 一方面呢 面对政治轻散的压力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反腐的压力 还有一个呢 这个所谓的 创造这个指标的这个压力 这样的多重压力之下 没有哪一个企业高管 或者金融高管啊 还能够玩得下去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 就是走人 但是现在你要走人啊 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呢 好像上市公司的啊 这些走人呢 相对还容易一点 你要正常的 那些大的企业啊 尤其是那金融 金融部门的那些啊 中走不管的那些企业啊 你要想辞职啊 还没那么容易的 你即使你打了辞职报告 中走不不批 或者是啊 党走着不批 你想走还走不掉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呢 实际上呢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 一千多人呢 这只是现在公开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估计也现在呢 这个行业 整个就包括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 还有啊 央企的一些重要的行业 重要的领域 可能呢 想辞职 想走人的 越来越多 因为呢 他责任重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他不能像过去那样 拿高薪 而且呢 在反腐的方面呢 他动不动也就有 举报的机制 你过去可能呢 他通过亲戚朋友啊 还能够有一些呢 寻租的空间 但是现在呀 基本上没有了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家呢 都是想保证自身的安全 你如果说自身 都没有安全呢 你他赚的些钱呢 没有意义 你不像过去 资金呢 可以呢 顺利的转出来 那现在呀 基本上转不出来了 我最近碰到 有些朋友 他们就提到 他说现在呀 你要从国内 你要把资金转出来 一方面呢 资产不值钱呢 不像过去 好像资产很值钱 还有一个呢 过去的资产很容易套现 现在呀 套现也成了一个大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说谁没有压力 谁愿意这么干下去 蔡先生讲这个 让我想起来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其实我还 就是拐弯抹角 还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他是就是 就是谈起来说 他这个搞了很多钱 但是呢 就是这个 他跟他太太说 你的 你以后出去 不许拿好包了 不许带好表了 不许开好车 不许穿名牌衣服了 然后他自己呢 所有的好表 全部锁起来了 然后什么什么锁起来 后来别人就问他 那你搞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那也不能住好房子了 还得把原来那个 精装修改成普装修那种 因为怕查 怕这个出头 最后就是说 那你费精费力 搞了那么多钱 你是干什么呢 你有什么用 像你说如果 这个锦衣业行 你说 对你现在锦衣业行了 这个就没意思了 是吧 这个确实有意思 但是这个金融业的 这个密集的落马 和这个辞职 蔡先生你觉得 是不是跟去年 这个所谓反腐的重点有关 原来查了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现在开始 就是摘果子了 这个已经查出结果了 慢慢要 当时王岐山的反腐 他仅仅只是盯着党政军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部门 而且是重要的官员 没有抽集到金融行业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金融行业过去改革 勘服的金融行业 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的 技术官僚居多 就是说科安出身的人 懂金融的 或者是学金融的 这样的一批人是居多的 相对而言 他们的专业性很强 他们的业务能力也很强 而且对中国的金融业的恢复 实际上跟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腐败 腐败这个东西 它不能跟他们说 作为一个技术官僚 有谈医学的联系 因为你像这些大的国有银行 领导要决定把大的资金给谁 那不是他能够拒绝的 他不可能的说 我不给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那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如果是起冲就要拿他们来开刀的话 那肯定整个金融系统 当时可能就面临了巨大的这样的危机 也就会导致 可能在当时反腐之抽 可能金融系统就垮掉了 但是还有一点 我们要看到金融系统的官员 他是有延续性的 早期我们知道朱镕基当时自己兼人民银行长 他是自己栽培了或者是提拔了 或者是重用了一大批的金融官员 这一批金融官员在温家宝的时期 因为温家宝担任过金融公务委书记 在这个出任总理之前 所以说他是承接了朱镕基的大一批的 一大批的金融官员 也是认可了朱镕基当年的一批金融官员 而到后来 实际上温家宝后期 实际上掌管金融的是王岐山 王岐山又是朱镕基的最信任的 当时一个金融官员 所以说后期的金融部门的领导 金融部门的这些人才 实际上都是王岐山亲自在选拔 亲自在栽培 而且在反腐的过程中 习近平也为了得到王岐山的配合 基本上就没有动一个金融部门官员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把所有的党政军的高官 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脑袋砍了之后 现在王岐山也干掉了 干掉之后那就回过头来 来收拾这些金融官员 所以金融官员 他没有任何的反抗的力量 从而他过去 你要查他们的腐败 是易如反掌的 他随随便便要查他们的腐败 查他们在支出方面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招架之力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 自从王岐山实施之后 对金融系统的侵散 已经越来越厉害 现在已经拂展到全国 各个领域或者是各行各业的 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 都已经在反腐 所以金融系统面对这种反腐 大家都纷纷的举起白旗 我不干了 是不是 我投降 我认输 你不行 是不是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辞职潮 因为上方没有保健来保护他们 谁愿意在金融系统这么干下去 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集体辞职 这样的一种结果 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李军 就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 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 中央推了一个大招 就是这个回购房地产 就这个房市 最近好像有消息说根本就推不下去 这个完全推不动 5月份其实北京当时推出了个 所谓重大利好政策 就是让地方政府购买部分商品房 然后出租 做租金 当时其实他们设的目标很宏大的 5年内地方政府购买房地产 总销售额50%以上的房市 然后银行还有配套什么几千亿的资金 但是这里面它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这个完全是一个亏本的生意 银行要带给地方政府 你就是个烂账 所以地方政府买了之后 它能不能租出去 能不能高价格租出去 就是租出去 它收益率也是非常低 这种买卖 你想地方政府银行 它会做的 它不会做的 所以理想是很宏大 但是现实很残酷 北京我觉得它这些政策 确实给人感觉离现实很遥远 那么据说现在具体情况是什么 说当时要推200多个城市 地方政府来买房 但真正动手的也就20多个 10% 而且就是这些启动的城市 也做什么呢 象征性的买一点点 算是完成个政治任务 高调宣传 买一栋楼 然后高调宣传 其他就不做了 因为毕竟地方政府它很清楚 你现在买房 房价还在跌 所以你今年买的 明年房价就不值钱 有百分之百的亏 原来你想地方政府 它是靠房地产发财的 你现在 它要让它往房地产里面去倒贴钱 它怎么愿意呢 这个反诈太大了 所以现在地方官员也应该是 我反不了了 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 要不你北京给钱 要不我地方躺平 这样下去大概率又是个烂尾工程 所以郭总边你觉得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大家没钱了 尤其地方政府确实是没钱了 是吧 对确实没钱了 中国各省市公布的上半年收支 全国各地政府的 它那个总共财政赤字已经高达5.7万亿 那全中国只有上海一个地方 上半年有700亿的人民币的财政盈余 其他30个省市都有严重的财政赤字 那最严重的是四川 赤字高达4,130多亿 那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原来那么流 它现在财政赤字高达2,129亿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香港 它也有很大的财政赤字 2024年前四个月有1,354亿港币的赤字 香港是这样的 我记得香港的基本法里面规定 是要求有盈余的 就是说你不能是赤字财政 但是现在它没办法了 你看这个没钱了怎么办 推动赤字财政 直接拿以前财政储备 外汇基金 土地基金就往里填 所以香港这个情况 其实你跟中国的整体 是完全绑在一起的 对 原来全世界最富有的层次 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很唏嘘 广州 香港都是一样最有钱的地方 对 非常唏嘘 香港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城市 地方政府它的主要收入是卖地 所以可想而知 现在这个情况就很糟糕了 地方收入增长最大的是 现在是非税收入 就是各种罚款的 上半年增加了11.7% 那现在中国地方债务超过了100万亿 那全中国地方政府 它本地的财政收入 半年只有6.6万亿 那全年大约是10万亿吧 所以它增收的这个钱呢 包括发债的钱呢 实际上连这个利息都不够 那其实中央政府也没有钱 中央政府上半年收入是11.6万亿人民币 增长了1.5% 但实际上中国上半年 增值税下降了5.6% 企业所得税下降了5.5% 那个人所得税下降了5.7% 关税是1185亿 同比下降5.2% 那城市维护建设税下降6.7% 车辆购置税下降5.4% 印花税下降22.9% 证据印花税呢509亿 同比下降了54% 那资源税也下降了11% 增长的税收 只有进口货物增值税和那个消费税 增加了0.7% 那还有消费税8834亿 同比增长了6.8% 那还你看房产税增加20.1% 城镇土地使用税增长11% 在耕地占用税增长22.6% 你看这个几个数据 我们就看到这个房地产价格 在大幅下降的同时 它相关的税收它还在增加 那这种做法就是完全是杀鸡取揽 已经弱得不行了 还在降它硬要还要增加 这个我记得说是没钱没钱 中国上半年一直说要发什么特别 国债什么长期国债 还有超长期国债 还有50年的国债如何如何的 不是要发很多吗 那特别是这个国债 那其实是杯水测薪 绝对不够的 原来靠地方政府背书去借钱 这个违规这个违规的举债 就不能增加这种隐形债 我就不能用这个名物去借钱 那所谓市政基础建设 其实包括了地铁高铁有轨电车 还有城市道路桥梁这个人员的设施 和几乎所有大基建的这个配置 现在不能拿这个去借钱 那我看到有业内人士说 中国城市基建这么多年 真正赚钱的基建项目早就搞完了 这道政策下来以后 就意味着中国各地所谓的 你想用这个大基建的项目 它其实都要停下来 在中国经济中 这种大基建的投资占比是很大的 去年是23万亿 占GDP的18% 那本来要投40万亿 但现在新政策下来 等于是都要停下来 这对中国经济的这个影响 那是非常大的 就是今年要投40万亿 但是基本上看来要停了 因为你这个全是靠地方在投的 你这种大基建一定是中央推动 然后地方去唱戏 自己去借钱怎么做 这个如果停下来 但是关键它这个机子已经失灵了 对 尤其是各个银行 谁敢借你钱 你给我贿赂我也不敢借你钱 现在查风头上 现在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蔡先生 好像外资撤离的这个趋势非常严重 而且还在继续是吧 这个情况 现在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我昨天正好有个瑞银 在瑞银工作了 瑞信瑞银工作了20多年的一个朋友过来 看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聊到这个话题 因为他作为一个外资银行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高管 他讲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尽管中国现在不但在出台一些稳定经济 或者是吸引外资的政策 但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中国对台湾的一种威慑 所以说任何外资都不敢轻易的再把资金流向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因为俄国战争一开打 很多的外资实际上过去在俄罗斯投资 实际上是华为乌有 大家已经吸取了这个深刻的教训 你即使哪怕现在你平地都是黄金 大家也不敢再回到中国这个市场 因为对未来大家没有任何的信心 也没有任何的预期 尤其是现在面对台湾的电脑这样的一种威胁 还有一个国际社会最反感的 现在就是对俄罗斯的这种全方位的支持 导致现在华尔街的这一大票的过去 跟中共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群人 现在都是战战兴起 都是想随时随地想撤资走人 基本上现在可以说外资 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 流出中国是一个大的趋势 而现在中国最大的就是说 还是靠出口在苟延残产 我们看到前八个月 是不是现在经济出口送去 还是比较亮眼的 因为西方国家也好 新三样对新三样的承接力 还有国际消费市场 整个上半年还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中国的出口它凭借过去 制造业的优势还有很大的一种惯性 当然这种惯性 随着西方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 纷纷地对中国举起关税的大棒 我相信下半年它的出口也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那一旦出口不灵光了 那就是中国的三家马 那就全部熄火了 那你熄火了 它的经济还怎么起得来 是不是还怎么能够恢复 这不可能了 蔡先生你觉得中国经济未来有可能会好转吗 或者说它会调整到什么时候 您怎么估计这个情况 这就有点跟三病一样的 现在我觉得对中国的经济 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是无解的 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的经济我一再讲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它跟国际环境 跟国内的政治这样的一个趋势 方方面面的联系实际上是很多的 我有一个朋友 我去年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 是不是他就是跟那个市长打过牌 也没跟他工作室 市长一抓 他也跟着就进去了 进去了你以后交钱 他说知道你跟市长没做过生意 你没有行贵收贵的事情 但是根据你的资产状况 你要交六千万了你才能走人 结果他老婆就只好在家里 不停的到处筹钱 最后把自己房子卖了 卖了以后凑够了以后 钱交货花了六多月的时间 钱交齐了人才放 所以出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到要移民 赶快做 看来就跟中国的经济 你不管怎么看 它确实是跟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这样的政治走向 我估计经济 非常困难 不太可能会变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谈这么多 因为中国经济问题 实在要说起来太多了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谈这么多 我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